要把我国推向高收入国之一 其中一项办法就是调高全国最低薪金制 这也是许多打工族民众最引进常判的西蒙竞选宣言之一 不过经济学者欧阳慧尼却认为 政府提高最低薪金的同时 也必须确保劳工的生产力和薪金成正比 他表示与其统一化调高薪金 倒不如让一些能给国家带来高收入的领域 如采矿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工作者受惠 提高最低薪金制的同时 员工的生产力也要提升 所以当不同的领域 它的生产力提升的速度不同的话 政府可能也需要考量说是否要 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最低薪金制 他表示东马和西马的经济成长有相当大的差异 因此同时调高最低薪金 这将会为国内部分企业造成负担 一些企业因为不足够资金发薪给员工 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裁员以平衡收支 另外欧阳惠尼也认为 政府的燃油津贴制度必须汇集低收入群体 而不是中高收入的群体 当我们现在在重拾这个燃油津贴的话 燃油补贴的话 比如讲说我们知道说比如讲RON95 现在我们是大概就是定在一个价钱了 可是比如讲说用一个比较低下收入的 他们是一个电单车的 他可能一个星期他可能是添油五令吉八令吉 他也是用RON95 可是那些可能是两公升的三公升的车 他一次添油一个星期可能是150两百令吉 他也是一样用RON95 所以政府需要有一个机制是说 谁可以有一个系统来把这个鸡疗津贴 补贴到真正需要的群众 人民和消费税永别之后 在不久就要迎来销售与服务税 政府失去每年带来440亿令吉收入的GST 取而代之的SST却只能带来210令吉的收入 经济学者认为政府消除GST之后 必须要提出一项方案来填补流失的231令吉税收 NTV7采访报道